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政府正加紧出钱出力 研发专供手机及电脑使用的地下互联网 帮助外国意见人士能绕过政府审查 传递信息 打破网络封锁 大陆互联网专家对于这项努力表示欢迎 不过也建议美国政府通过资助民间专业人士 采用更加大众化的互联网反封锁技术 据纽约时报引述官员的话说 美国这项秘密计划 包括在外国国内架设独立的手机网络 以及行李箱互联网 这个资助200万美元研发的装置 看起来好像普通行李箱 但可以利用特制软件 很快建立覆盖大范围的无线网络 并跟全球网络接通 据报道 这种行李箱互联网系统 依靠无线网状网络技术 能借助参与者的手机或个人电脑 建立一个隐形地下无线网络 每部手机或无线装置 只要装上特制软件 就能充当迷你发射塔 将信号传送给其他手机流动装置 曾经担任信息产业报总编的 大陆互联网专家王俊秀 也是互联网实验室的创办人之一 他对于美国政府反封锁的努力表示欢迎 但表示 目前大陆民众 大量使用的还是翻墙软件 比如无界和自由门 曾先后担任中共网执行长 雅虎中国总经理 以及一期网执行长的大陆互联网专家 谢文认为 使用设备突破网络封锁太昂贵 不能够普及 他认为 通过开发软件 在互联网上直接突破封锁更为有效 谢文表示 无界和自由门是这个技术的代表 但是可能由于资金和技术的不足 最近常常不好用 谢文建议 美国政府一区自行研发 不如大力资助民间的专业人士 开发反封锁技术 因为他们对互联网更熟悉 对网民的需求更了解 我原来以为他们很高级 能够直接走互联网 用什么高招就可以把那些封锁给打破 那完全不是 还是要做设备 那个不太可能大规模普及的 肯定是无界自由门这样的好 硬件 专业工具 那些东西都不可能大规模普及的 对于独裁国家的网络封锁 和西方国家的反封锁之间 这场没有消音的战争 谁终将胜利呢 王俊秀表示 互联网本身的结构 就是一个开放的结构 所以它在本质上是很难封锁的 谢文认为 这是一场结局分明的战争 从道理上 从世界的主流上 新科技 互联网带来的 对人类社会的进步 带来的便利 那肯定是占主流的 是压倒的 那世界上也只有 数着突来的几个国家 在搞这种网络封锁 而且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封锁 突飞像埃及 或者那一样断网 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 势均力敌的所谓虚拟战争 过去数十年 美国主要通过 美国之音等媒体管道 向极权国家散播自由民主理念 之后开始发展网络软件 帮助中国大陆等地 在专制统治下的网民翻墙 躲避当局的封锁 最新尝试则着重于 开发崭新的通信途径 而法新社在稍早前曾经报道 法轮功组织研发的 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 网络翻墙软件 在对付中国的网络封锁方面 很有效 伊朗示威者在2009年 发动反政府示威时 就曾使用过这种翻墙软件 经常记得秦雪 萧炎采访报道 在对付中国的网络封锁方面 在对付中国的网络封锁方面